欢迎收看我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的课题就是转职引擎 转职引擎在1929年的时候 由科学家Felix Wankel设计而出 当年他只有27岁 简直就是年少有违 假如我年少有违不自卑 尝过过贵的滋味 境迁地位 拨到了却好想退回 然后这个转职引擎的特点在于 它的体积比四重层的Bistone引擎还要小 可是它爆发出来的马力 却可以大过这个四重层的Bistone引擎很多 这个四重层Bistone引擎就是我们普遍上用的 这个活塞引擎 由于它这个设计 你注意看它的Rotto在转一圈的时候 它中间的那个output shaft转了三圈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它在转的时候 它在转一圈完成这个进气压缩燃烧排放这四个动作之后 它的中间的output shaft转了三圈 曾经有很多车厂有认真的想过要研发这个引擎 像Mercedes-Benz,Audi,Suzuki 它们都有试过要发展这个转子引擎 然而最后都已分手收藏了 只剩下MASTA苦苦坚持到2012年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这个体积小马力大的引擎到底为什么不能普及化 它的问题又在哪里 当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排放一直都是对环境的污染很大 由于这个转子引擎的构造 它的Rotto一直跟这个Rotto耗性产生摩擦 所以为了让这个转子引擎耐用不会用两下子就坏掉呢 工程师就把这个转滑油呢,掺进去这个引擎燃烧室里面 让它一起烧 我们都知道啦 你看在马路上啊,有时候还会看到一些碰白烟的摩托嘛 你还记得嘛,那叩叩叩叩喷白烟的摩托 那喷白烟的摩托你销它的烟哦,很臭啊 如果你不小心吸一大口 哇,我看你哦 那天都吃不下饭了 这种喷白烟的引擎呢 跟这个转子引擎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呢 它的引擎啊 它的润滑油啊 跟这个汽油啊 是一起放进去引擎里面烂烧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你的排放怎样会好 我们这个普通Force Lock 四重层的引擎啊 都是烧汽油罢了嘛 除非你的那个 Biston ring坏掉啊 变成那个黑油漏进去啊 一起烧啊 就会变成你的车喷白烟 所以在我们市面上普通的Force Lock 引擎呢 喷白烟的时候啊 就是你的引擎要完蛋的时候 可是转子引擎呢 它是特地设计来给它喷白烟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它的排放是不会好 然后第二个困境就是啊 它的油耗 在1970年代之前呢 人家是不在乎你的引擎啊 油耗如何的 因为当时的油很便宜嘛 国际油价很便宜 在70年代过后呢 这个石油危机爆发的时候呢 那个油啊 就变成一个很贵的东西 所以每个人买车都会想 吃不吃油啊 会不会省油啊 所以这个时候转子引擎的第二个问题就暴露出来 转子引擎是很难省油的 我打一个比方啦 这1990年生产的这个Mazda RX-7呢 它1.3公升的这个引擎啊 却可以爆发出 160匹的马力 在当年呢 90年代的时候那个Ford的V6引擎啊 2.9公升 只有140的HP 你想想这个1.3的小引擎 这个Lottery引擎啊 爆发时的马力还大过2.9的V6 G58 转子引擎这么小可以做出这么大的马力啊 你要它怎样省油呢 它 从来就不是以省油为考量的 因为呢 你如果了解那个引擎的运作原点 你要更多的马力是吗 你就要烧更多的油更多的空气嘛 所以这个1.3的RX-7的引擎呢 可以炸到160匹呢 就代表它烧了很多油 它烧了很多空气 它烧了很多油 所以呢 转子引擎呢 比较耗油 因为它的马力比较大嘛 除了油耗以外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啊 Lottery引擎早上需要热车 转子引擎呢 它在早上的时候啊 它会释放很多的汽油啊 在这个引擎的燃烧室里面 然后呢 在早上的时候 这么多的这个汽油啊 你知道吗 汽油本身是有清洁剂的效果的 如果过多的汽油 参加这个机油啊 它会把机油洗掉 所以润滑效果就没有了 所以在早上的时候 如果你start了这个Lottery引擎呢 你必须要等到它的引擎的工作温度啊 到正常的时候啊 你才可以行驶那辆车 然后如果它热车热到一半啊 你中途 关时火 或者是你中途去 落它的话 都会对它的引擎造成损害 所以你去问老一辈的用过转子引擎的人啊 当他们的车 如果早上start车的时候啊 你想到你要出门吗 你start车 然后你想 哎呀我突然间不想出门了 你关时火的话 哈 这个时候你问题就来了 你要重新start回那一个 Lottery引擎呢 是比较困难的 讲到这个呢我就有一些看法 其实在当时这个RX8啊 原厂是有跟用户说呢 你在冷车的时候不可以随便 关掉这个引擎呢 可是呢 当时的销售员没有跟顾客讲 然后顾客也没有去看优势 就导致了很少人知道这个东西 你不可以怪那个销售员 因为在这个市场上啊 好的销售员是越来越少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市场慢慢淘汰那些好的销售员 只剩下那些 丢discount 所谓 博利多销的那些销售员 他们丢discount丢discount丢discount 变成 然后顾客又很喜欢discount 就变成 顾客 就会跟这个discount的这个salesperson买东西 然后那些真正好的salesperson呢 慢慢绝肿了 为什么呢 因为顾客不支持他们 他们生存不下去 明白吗 所以 这个市场变成这样子 是一个循环来的 消费者要这样子的东西 这样子的东西才会存在 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你购买了 你购买了 然后你购买了 猴子 就是呢 你如果只付得起花生的钱 你只请得到猴子罢了 所以用Lotary engine呢 必须要warm up 这个我们现代的 4struck的引擎 是不同的 所以你看 从刚才到现在我讲了三个它的问题嘛 第一是排放 第二是油耗 第三是你要等它热车 warm up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转子引擎的未来在哪里呢 转子引擎 它不是没有未来的一个引擎 在欧洲已经有很多公司开始在做这个 用转子引擎来驱动的一个发电机啊 因为呢 转子引擎它如果要驱动一台很重的车 它就需要喷很多油 然后这个油耗啊 跟排放问题 又来了 转子引擎 它如果 不要直接去驱动那个车 转子引擎如果直接用来发电的话呢 结果又不同 因为发电并不需要很大的这个LOG嘛 所以转子引擎如果用来发电的话是刚好的 因为它体积小 它的那个马力又大嘛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你用这个体积小的这个小型发电机呢 它的效率是比那些4-shot的Biston engine还要高的 所以你看MASTA的MX30 它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子 用转子引擎来发电 不是用转子引擎来发动的辆车啊 所以就是用转子引擎来为电池充电 然后电池呢 就用这个DC motor来驱动这辆车 所以它的概念就是这样子 不是用转子引擎直接去驱动的辆车啊 是 转子引擎 转子引擎 然后转子引擎驱动的辆车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在我周围已经很多发电机 是用这个转子引擎来发电 因为我们发现到啊 它体积小 功率大 用来做发电机 最合适啊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麻烦你 订阅 点赞 也要支持 所有最大的动力 谢谢 我看你 我看你 不是 我看你 我看你 你 你 我看你